圣灵是宝慧之安慰者永远与我们同在 然后上礼星期蔡国文牧师也来分享了 这个是要做贵重的器皿 要被圣灵所充满 我今天要来分享的题目是旧约里面 一个非常精彩的两位厉害的先知 我们可不可以请Eric把那个PowerPoint给放上来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赞美祢 因为我们知道祢是荣耀的神 祢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 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真的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爱戴 都来归给祢 哈利路亚主啊真的祢帮助我们 在早上我们聚集的时候 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祢 祢就设立祢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来用讲道 用祢的话语来敬拜祢 求主用祢的心油来高抹祢的孩子 来高抹每一位弟兄姐妹 开我们的心耳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眼 叫我们能够同感一灵 叫我们能够听见祢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求主祢来高抹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预先把一切颂赞荣耀爱戴 都来归给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所以这个题目是双倍的圣灵 Double potion Double potion of spirit 那这个图画呢 是以利亚 她搭着火车火马 被接上天 然后她的外袍掉下来 然后这个秃头的 在下面秃头的呢 她是以利沙 她是以利沙 所以这两位先知 是非常厉害的先知 这位以利亚呢 我们先来看这位以利亚 Elijah 她的名字就是 我的神是耶和华 那她的出现呢 就是带着神迹式的 比较代表性的 因为她有很多很多代表性的图画 那我只选了两个 这个是乌鸦每天叼肉 来给她吃 就是在基利西来喂养她 那她出现 她是突然间就在这个猎王纪上 突然间她就出现 那之前都没有提到这个人 突然间呢 就出现这么一个人 在猎王纪上的17章 那我今天呢 等一下也有功课 要给大家回家去查考 那么以利亚呢 你看她也是叫做什么 烈火的先知 因为她跟450位巴黎的先知 巴黎是个偶像 就是一个淫乱的神 像现在美国你知道吗 纽约她特别从国外 去把巴黎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柱子 拿到纽约 设立一个巴黎的祭坛 巴黎是淫乱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 这么多堕胎 因为人随便的行淫 然后呢就堕胎 那就是巴黎的灵 享乐 然后就淫乱 那有450位先知 以利亚挑战他们 她说我们 等一下我们会仔细地讲 但是这个图画我要讲清楚 说明白 她就从天呼叫 因为他们要比赛 看谁是真神 她说我们都切一只牛 现在这个祭物 然后巴黎的先知450颗 你们也切 然后我们拜我们的神 看哪一位是真神 真神的话 他会从天降下火 把祭物烧掉 那么那个 巴黎的先知 哇 从早到晚跳啊 又是拿那个刀啊 刺自己 我不晓得你们各位 有没有看过这种 这种 他们在行 就是开始在 在那个拜这些偶像的时候 他们要拿刀这样子砍自己 然后以利亚就在旁边 笑说 哎 你们的神是不是睡着了 或者是 或者是打盾了 你去把他叫醒嘛 再嘲笑他们 那等到他们坐了整天 都火没有降下来 但是以利亚 你看她张开她的手 她说耶和华 你要向人证明 你是唯一的真神 火就从天 咻 降下来 把祭物烧了 所以这是以利亚的代表 她是烈火先知 然后也是一个什么 祷告求雨 雨就降下的先知 所以她是一个 在旧约里面 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 另外一个呢 因为她要被神接走了 因为神给她一个命定 就是说叫她在亚哈王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不是后来 因为所罗王的儿子 非常的不成器 所以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半 南边叫做犹大国 北边叫做以色列国 然后呢 那时候呢 以利亚她是在北国当先知 那她那时候的王 那时候的王 你可以回去读旧约的猎王记 猎王记就是很多王 然后以利亚是在亚哈王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的那个时期 那神给她的命定是什么 就是说叫她来 你来整顿这个亚哈 他们那个时期的许多的败坏的事情 许多的邪恶的事情 许多得罪神的事情 那等到她工作快要做完的时候 亚哈王已经都被消灭了以后 神要她去高谷另外一个接续的 就是一个来接管她的 来承计她工作的一个先知 就是以利沙 以来沙 一个是以来贾 一个是以来沙 她是神是拯救 我的主是救赎者 她的名字的意思是这样 那L他们都有个EL EL是属神的意思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那个今天她没来 有一对夫妇他们带了小孩 因为小孩在国内空气污染 她没有办法呼吸 虽然她只好移民来美国 那他们讲到说 她为什么怀孕这个小孩 是因为去跟一个偶像 一个神庙求这个小孩 求了结果怀孕了 所以这个小孩等于是归给 她的神就是那个偶像 所以她那时候来到这边 她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不是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说有没有英文名字啊 那林师母就隔一个礼拜 林师母就说 你这个小孩名字要改成 Elijah 以利亚 他的神是耶和华 你一直叫他 Elijah 以利亚 就一直宣告他的神 不是那个偶像 你已经跟偶像了 跟那个偶像无关系了 所以他的神是以利亚 是耶和华 所以他名字叫以利亚 那我们来看这两位神 他们两位先知 他们有相识的地方 他们是为了要服侍神而生的 他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 那仔细的我们看 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 他祷告三年半 三年不下雨 上帝垂听 因为那时候雅哈王呢 非常的邪恶跟腐败 所以呢 神说你若不悔改 就在列王记 他说你若不悔改 三年半我若不祷告 你们的天空就不下雨 所以呢 真的就三年半不下雨 然后神丰富乌鸦 每天凋饼给他 跟水给他 刚刚我们看了那个图片 另外呢 比较代表的是 他到西顿寡妇家中 那一家的面跟油都不短少 所以大家今天有空 你可以去读列王记 列王记从17仓开始 列王记上 然后这个寡妇呢 她非常可怜 你想想看 在古时候的寡妇 她是完全没有谋生能力的 那她呢 只有一点面跟一点油 神还跟她说 伊利亚你去这个寡妇家 所以她就去了 去了呢 她就跟寡妇说 你做一个饼给我吃 那寡妇说 我家就只有 一点份量 可以做一个饼的份量 她说你就去做吧 她说我们吃了吃了就死掉了 她寡妇就这样讲 结果她就去做 做个饼 她顺服 这寡妇就听神的话 做了个饼 给伊利亚吃 然后第二天看 又有油又有面 所以他们家油跟面 都没有短少 所以这是 这是她所行的 她本身就带着行神机的恩赐 再来就是第四 在加密山上 伊利亚大战850位假先知 神降火显映 百姓的心转向神 我们刚刚看到 450位是拜巴黎的先知 400位是拜亚瑟拉 是一个女神的先知 那些都是淫乱的 邪恶的 亚瑟拉的先知是 亚哈王的妻子 叫耶喜别 这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圣经里面每次讲到 这个耶喜别 就是代表是一个邪恶的灵 那还有呢 就是新约时代 摩西 摩西在圣经里面 是代表律法 因为神把他带到 这个西乃山 把律法传给他十戒 所以他拿着律法的 这个法板下来 你们可以看这样 拿着法板 然后呢 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 所以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 只有这两位旧约的先知呢 在变相山 变相山跟耶稣一同显现 摩西带着法板 因为他代表律法 以利亚出来 他们两个一同跟耶稣谈论 要上十字架的事 这是在新约里面说的 所以呢 以利亚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 马拉基书说 他说到末后 以利亚必要先到 所以呢 让父亲的心转向 儿子的心 以利亚在新约里面呢 也被提到 也被提到两次 一次罗马书 一次在雅各书 他说以利亚跟我们 是一样的性情的人 他祷告 神就让他下雨 所以他是 雅各书里面呢 鼓励我们要祷告 像以利亚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 以利 这个 以利沙 他是怎么样 继承以利亚的外袍 并且得着双倍的圣灵呢 我们一起先念这个 我们一起来念 念这四行 来 念这个经文 来 一起来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 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 好 现在你看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吉甲 从吉甲出发 然后呢 要前往哪里呢 前往伯特利 所以在这个 这个slide里面呢 有两个地名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这是接续的 这是列王记 列王记下二章 刚刚是念一节第二节 现在再念三四五了 好 来 我们一起念 在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 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生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前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所以刚刚你看 从吉甲到了伯特利 伯特利有很多先知的门徒 他们有先知学校 他们就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你知不知道 耶和华 因为神也告诉这些先知的门徒 他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 今天要把以利亚要升天去 要被神接走 那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 那神要叫我去 耶利哥 你可以在这里等 你不用去了 但是以利沙说 我必不离开你 所以两个人就到了耶利哥 好 那我们再来念 最后一章 好 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 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好 所以你看 在耶利哥也有先知门徒 他们也来告诉以利沙同样的话 他说今天你的师父要 耶和华要把他带走 你知不知道 他说同样的话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然后呢 要往哪里去 耶但河 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几个地方 吉甲 吉甲到哪里 伯特利 伯特利到哪里 到耶利哥 耶利哥到耶但河 好 看一下地图 这个不是最新的 这个不是最新的 我们那个PowerPoint在Google传里面 那个是最新的 还有英文的 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找到 找到Google传里面 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加了一个地图 加了一个地图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我的原版 然后我把原版写好了 PowerPoint我会寄给林师母 林师母会把它 没有缺少翻译的 她会把它翻译 翻译完呢 她会把它寄给我看 然后我看如果还需要改 我就在这个Google传里面再改 所以我们会 两边都可以update 可以更新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原版 所以没有把那个地图找出来 没关系 他们先找 因为那个会很清楚 对听不懂中文 或是中文比较不好 你会看英文的 那个版本的PowerPoint会更清楚 OK 没关系 我们先看 这个吉甲 伯特利 耶利哥跟约旦河 它是一个这样的 吉甲在中间 伯特利在右边 是在左边 伯特利是在这边 然后神先叫他 你先去 去到这里 然后你再怎么样 你再来这里 来耶利哥是比较靠近吉甲的 然后从吉甲再到约旦河 就这样绕一个圈 绕一个圈 你说为什么要绕一个圈 为什么要绕一个圈 因为这个其中呢 是有一些的意义的 有一些属灵的意义的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说这个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一些灵命的进程 Process 一些进程 它从吉甲 伯特利 伯特利 耶利哥 到耶旦河 这不是一段短的旅程 而且那时候他们是走路的 他们没有那个不是骑驴的 他们是走路去的 所以这一路呢 如果按着这个属灵的意义呢 有非常深的意义在里面 那第二呢 也是跟随到底 我感觉这个声音都有那个 好像在水缸里面讲话 有回音 可不可以把它讲低一点 好 好 那我们来看 好 没关系 我们先看这个 吉甲 吉甲的原文 在西伯来文 因为我们旧约圣经 是西伯来文写的 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 那这个吉甲呢 吉甲 它原来的字意就是指 滚动啊 轮子 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 走旷野的时候 前面那40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 后来这些在旷野出生的小孩呢 都没有行割离 那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记号呢 就是要行割离 所以他们在吉甲呢 行割离 那行割离也就是 属灵的意义是对付肉体的地方 也是把他们在埃及所受的羞辱 完全地把它割离 滚开滚动 所以吉甲 从吉甲出发就是 也预表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认识了神以后 我们要开始来处理我们自身 属肉体的一些的情绪 愤怒跟软弱 那伯特利呢 从吉甲到了伯特利 伯特利的原文呢 Beth L 他意思就是神的家神的店 像我们的教会叫 基督徒之家伯特利教会 伯特利本身的意思就是 神的家神的店 也是神的门 所以也是象征着就是 雅各他在伯特利 遇见了神 也就是遇见了神 他必须要舍弃这些 世界的样式 来转向神 以神为一切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要侍奉神 我说的侍奉不是说 你当全时间的传道人 而是你把你的生命 决定要来侍奉这位真神 来相信这位真神 来跟随这位神 那就是一个侍奉 那我们就要以天父的旨意 为优先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厚一本 除了你信而受洗 就必得救之外 还写这么厚 要告诉我们怎么样 告诉我们从这边出发 从你信而受洗 出发 出发呢 然后你要开始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最近我们星期五晚上 在Zoom里面查经 我们查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里面讲到 你们已经死了 然后呢又复活了 因为我们受洗 受洗就是你进到水里面死了 你活过来了 你 那个牧师把你抬起来 就是你与主一起活过来 那么你就什么 他说你现在是天上的国民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常常思想天上的事 我们就是要常常思想上天上事 我们不要一直整天想的 都是地上这些事情 不要被这些地上的事 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 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圣经里面 在这些保罗书信 在新约四福音 他把许多帮助我们 怎么样在生命成长 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层层各层面 怎么样来效法基督 他都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那耶利哥呢 为什么他从吉甲到伯特利 伯特利你开始 你进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 你心思要改变了 耶利哥呢 耶利哥城 圣经记载耶稣亚记 耶利哥城是一个征战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 要去打这个耶利哥城 神教导他们 在晚上的时候 甚至在耶利哥 耶稣亚碰到一个巨大的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个元帅 耶稣亚问他说 你是在我们这一边 还是在敌人这一边 这个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 大天使 一个很大的天使 他说我是来做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你要跟从神 所以是一个征战 那他们那时候怎么打战 神就告诉他们 你先去转一圈 不要讲话 你转一共转 转七圈 你去转 然后你都不要转 到第七圈的时候 你就哇 赞美神 整个城墙垮下来 圣经里充满许许多多 这些超自然的神迹 可是呢 是一个征战 得胜的方法 所以我们征战不是 有些时候我们比方说 一个人 常常跟你作对 那你不是要用 熟 血气的方法 去跟他作对 不是的 你要学会怎么征战 我记得 我之前在电脑公司上班 以前我是住在北加州的 所谓的 硅谷 戏谷 我在那边上班 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 跟我同事 那他就是 有些人个性比较不一样 他都是 常常 凑个脸 然后都 就是很不合群 就是没有所谓的 你在一起工作 你叫team spirit 团队的精神 有些人就没有 他就是 那我就感觉在一起合作 做一个项目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就想到 要怎么样来改变 这个整个气氛 因为他每次 比方说在公司的走廊 我要去上洗手间 我走过他 他走过我对面来 他就是凑个脸也不看你 那我就想 我就祷告 因为我觉得这样工作也是不好的 也是需要克服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 我就拿个膏油 先是拿个膏油 去为他的椅子抹油祷告 我说神啊 你祝福他 当然是椅背 你也不能给他涂在他的椅子下面 让他一坐都有油 不是 你就在椅背祷告 主啊 你来祝福这位先生 你祝福这个同事 你让他喜乐平安充满他 他不会每天看起来都在生气的样子 主啊 你来祝福他 我就这样 祷告 为他抹油祷告 然后我就 神又给我策略 什么策略呢 你看到人 他不笑 你先笑啊 所以我就先笑 有一天我就想 我一定要胜过这一场 我不要每天 在好像上班都觉得 看到他 我都觉得非常不舒服 那我就想 有一天我们又碰到 走廊上面碰到了 走过来 我就先笑 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说 这样子跟他打招呼 他就笑出来了 从此以后 他就不会每天看到我 就好像臭个脸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属灵得胜的法则 有些时候你感觉你吃亏 你讲说 我干嘛要这样 不是讨好他 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 得胜的法则 有些时候你要下来一下 让人看起来好像站上风 可是神就会扭转一切 圣经真言书说 你若行事 讨耶和华的喜欢 神就使你的仇敌 与你和好 这句经文对我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在过去的年日里面 这个养小孩 跟婆婆相处种种 真的你就行事讨耶和华的喜悦 神就让你的仇敌 跟你和好 这是非常好的一句 一个耶利哥就是 你进入了神的国 那你把你不效法世界的样式 你就要开始学习 操练属灵得胜的法则 那么再来就是约旦河 约旦河的原文 它是下降的意思 压旦 预表 就是死 当我们决定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向自己死 为什么 为什么主耶稣在罗马书说 他说你们呢 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 乃是谁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除非说我们自己的 老的自己还是很大 耶稣进来 耶稣的生命进来 被你卡住了 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 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说 他说你们要跟随耶稣 第一件事要怎么样 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他为什么要我们舍己 就是你需要跨越 我们过去的许多的习性 许多的脾气 许多的价值观 来跟随耶稣 好 所以约旦河 那我们再看 以利亚 我们这个我们一起再念 第八节第九节 我们再一起念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揭成被揭去 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好 好 让我们看 为什么以利沙他要求 跳了一下 为何以利沙他要求两倍的恩高 他说为什么你要感动我的灵 要加倍感动我 很有可能是 以利沙他因为在以色列人 他们长子都是得两份的 继承权都是两份的 那以利亚是 以利沙他只收这么一个徒弟 以利沙可能他想要得到长子名分 他说我就是你的第一个徒弟 我要得继承权两份 可能 他说可能 那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可能以利沙觉得以色列的局势很艰难 那时候北国的王 没有一个是好的王 如果你读那个 那个猎王纪上 猎王纪下 你就一面读 你就发现没有一个好王 所以他需要更多神的能力浇灌 因此他需要两倍的感动 他也知道说 我们要成就一件事 不是依靠智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他需要两倍的感动 然后他愿意 他愿意效法承接的心智 因为你可以说你的师父被接走了 你可以说 好了我就回家去放牛 因为以利沙他是出生一个富有的家庭 以利亚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赶牛 我想回到刚刚这个图画 我忘了没有解释这个以利沙 以利沙的图画 斧头 他拿着斧头 把他在赶牛的器具砍了 就表示他这个人非常有决心 因为他家很有钱 他在赶很多牛 然后以利亚看到他只是把他的外袍 劈在他身上 他就马上领受到那个呼召 他就把那个赶牛的器具 砍掉 把他当柴烧 把牛扎了给他的父母亲吃 告辞他的父母 另外这个图画是他行的两倍 比以利亚行的神迹两倍多 那其中一个是使一个小孩子复活 他趴在他的身上 让他复活过来 所以这个是以利沙 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心智 他被呼召 而且他是这么绝对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 他就跟他要 我要两倍的 双倍的圣灵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跳的 好 我们来看 以利亚跟他说 你所求的难得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你得不着 所以 我们一起再念这一句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 施为两半 然后再来念最后一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耶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对面看见他 就说 感动以利亚的灵 感动以利沙了 因为他当下 那个外袍一掉下来的时候 他就拾起来 因为以利亚是什么 以利亚要过耶旦河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外袍这样摔 这个耶旦河就分开 他们两个就走干地过去 然后以利沙一拾起这个外袍呢 他就说了 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他也打水 水也左右分开 所以先知门徒就见着 哦 这个人 他感动以利亚的灵 已经感动以利沙了 所以他就得到 得到这个双倍的 那怎么说呢 以利亚所行的神迹 他一共呢 圣经有记载的 比较清楚的是有八样 当然有些人还会写 跟大概十个十一个这样 但是八样是最具代表性的 就三年干旱 那时候我刚刚讲的 我不祷告 不会下雨 由面不缺 寡妇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他也是死人复活 火从天降 祷告得雨 你们可以拍下来这个经文 回家查 我就说有功课 就是要大家回去 查考这些经文 你把它拍下来说 列王记下一章十节 火从天杖一章十二节 然后裂开河水走干地 这个是八样 八样这个神迹 这是他的神迹 那么 伊丽莎的神迹是什么呢 伊丽莎神迹 这个你们回去查 我跟你讲 比金庸的小说还精彩 你回去要看 伊丽莎的神迹 它是他两倍 两倍 你也拍下来 裂开河水走干地 刚刚那个 苦水变甜水 是什么 伊丽莎城的水很苦 所以他们就跟 跟伊丽莎说 伊丽莎城的水很苦 伊丽莎就说 他就拿一杯 他说你给我一杯盐 他就拿了一杯盐 拿了一杯盐 倒进去 马上那个水 就变甜水了 我记得我每次去以色列 导游都会带我们去一个泉 叫做伊丽莎泉 就在耶利哥 耶利哥 说伊丽莎泉 现在的水不是苦水 是变甜水 因为伊丽莎用一杯盐 治好了这个毛病 苦水的毛病 然后拆母熊撕裂 42桶 这个伊丽莎呢 它是很有能力的 但是呢 刚刚我们看了 这个画出来的 它是个秃头的 可是呢 这些少年人呢 就是很会嘲笑他 啊 秃头的 秃头的 他们就这样喊他 秃头的 秃头的 这样 结果伊丽莎就回过头来 咒诅他们 你说这个先知怎么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 有个性的先知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 真是就讲他 结果呢 他讲完以后呢 神就拆母熊 把这些嘲笑先知的 咬死 42个 然后第四个神迹 是甘谷中满水 那时候呢 他们在打仗 以色列王跟犹大王 他们去打那个摩鸭 那路途中 军队跟牲畜都没有水喝 他们赶紧求救这个 以利沙 以利沙就吩咐他们 要在谷中挖水沟 那神就使这个甘谷满了水 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然后空气敏满油 就有一对 这个妇人 也是个寡妇 那他们没有钱还债 但是呢 这个债主就说 要来他家 说我要把你儿子取走 你儿子要来我家做奴隶 抵债 所以他就很苦 那跟以利沙讲 以利沙说你去 你去借一些空气敏来 你去跟人家借一些空的瓶子啊 罐子来 然后你就把这个油 他说他家只有一瓶油 他说你去借空瓶子 然后你就把这个油倒 他把这个油呢 他借的瓶子呢 通通越倒越多 越倒越多 越倒越多 就倒满了 倒满了 然后你去把这个油拿去卖 还钱 你的儿子就不会被人抓去抵债了 所以这是他所行的空气敏 满油 第六是书念的妇人得子 就是这书念呢 一个城市的名字 然后呢 这有一个有钱的妇人呢 她每次看以利沙过去 她说这个是个神人 那我们来接待她 她就请她到家里面 然后呢 她说我们给她盖个小阁楼 给她来休息 她每次要去 要去做神的工 经过我们这里 她可能很累 她可以到小阁楼去 所以呢 她就 常常这样子的接待以利沙 以利沙就觉得 哇 这个人对我这么好 我应该为她做一点什么事吗 她就问她 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吗 这个妇人说 我什么都有 我不需要 然后这个以利沙的仆人 吉哈西跟她说 这个妇人呢 她没有儿子 她没有儿子 然后呢 以利沙说 就跟这个妇人说 明年此时 你必会生一个儿子 所以呢 这个妇人 她就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 结果这个儿子呢 有一天呢 就过了几年 就生病 死了 死了以后 这个妇人呢 她就把她儿子放床上 然后就急忙地去找以利沙 人家问她 仆人都问她说 你平安吗 那这个妇人都不动声色 她就说 All is well 都很好 她说都很好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唱一首诗歌 约翰·威斯里 英国的大步道家 她写的那首诗歌 我心灵得安灵 All is well 就是写到这个妇人所说的 然后她找到这个以利沙 把以利沙请去 以利沙本来说不去 她说叫这个仆人 你拿我的拐杖去就行了 你把拐杖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她就会复活 那这个妇人说 不不不 我一定要你去 然后就把她拉到她家 所以就刚刚那个图画 以利沙就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然后为她祷告 这孩子就复活了 然后呢 还有撒面除毒 因为他们的水里面有毒 有毒 所以呢 所以他们就撒了一些面粉 这个是在第二个 在这里 这个 这个 是 二十个饼 未保一百人 这个你们也可以拍下来 回去查 查这些经文 王下就是猎王济下 那你们看这些故事 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非常的 瞧望你的心 你会发现 哇 这以利沙这么厉害 他一共行的 其实是比十六个还多了 有些是重复 我就没有写 但是以利亚是八个神迹 他是双倍的圣灵 他行了十六个神迹 他还死 有死人复活的能力是怎么样 是他死了以后 他的骨头呢 放在那个洞里面 因为在以色列人 他们死了都放在洞里面 山洞里面呢 那他的骨头放在那里 当有人 那那个山洞可以葬很多人嘛 所以有人把一个死 刚死去的人 抬到他 跟他同样一个山洞 把这个死人一放到 以利沙的旁边 一碰到以利沙的骨头 那个死人就复活了 所以他连死了都还有神迹出现 还有连死了都有神迹发生 然后他还会 还会使乃曼得医治 还会 还知道 他的仆人 吉哈西贪财 他还知道 然后还铁斧浮出水面 他把一块木头 他有一个人 他们要盖房子 他去砍木头 哎呀斧头掉到水里面 他说主人啊 挨栽挨栽 我的斧头掉到水里面了 以利沙说 不用担心 他拿一块木头 丢到水里 那个斧头就浮上来 所以这个神迹都是 非常神奇的 很多都是有物质介入的 就是说他需要用盐 他需要撒面 他需要丢一块木头 所以这些都是 有一些是 都是以物质介入的一个神迹 那也有不需要物质介入的 就是他开仆人的眼目 有一天这些亚兰王 亚兰的这些军队来了 然后仆人 他们被困在这个城里面 那个仆人一起来 他说哎呀糟糕 这个敌人的军队这么多都围绕我们 我们死定了 然后以利沙就祷告 神啊你开这个仆人的眼睛 让他看见 比我们 与我们同在的 比这些人多 所以神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 看到天使天军 一大堆包围着他们 所以 他们就放心了 这个仆人就不会那么惊慌 所以他会开仆人的眼睛 他祷告 神垂听 然后这些敌人呢 进来城里面以后 他就祷告 神啊你使这些敌人的眼目 把他 让他们看不见 所以这些敌人就 通通找不到路 找不到路 就迷住 眼睛被迷住了 然后呢 以利沙就把他们 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他那个是 非常行大神迹的一个先知 恢复人的眼目 那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 就是火车火马 把以利亚接走 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位 没有经过死亡 被神接走的 你知道一位是谁 不是 以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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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神同行 然后人就不见他了 不见了 摩西是 摩西死后 人找不到他的坟墓 他有死 以诺没有死 他直接被神提走 还有第二个 就是以利亚 以利亚是火车火马 把他带走 天上有火车火马 我给你讲一个见证 之前我们在 我们的小组 我那时候当小组长在北加州 我们那一组有一个工程师 之前他因为他是好像在英国的大学拿博士的 就是那种电机工程师 然后他本来都不信主的 后来他得了癌症 他就接受了耶稣 信了主 他就想说神可以医治他 所以神也是恩待了他 本来医生说他只能够活半年 结果他也多活了一年半 就等于医生宣告以后 他活了两年 可是他之前就是 他多活了一年多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来照顾他 他父母也是因为 儿子好像越来越好 就也信了主 可是后来他儿子到第二年的时候 因为他想说他已经好了 又回去上班 又工作忙碌 因为他是要做一个那种 start up the company 就是新公司 然后你公司如果股票上市 你就变成亿万富翁的那种公司 他就很忙很累 每天又很忙很累 所以他又好像又扩充 然后又身体变不好了 结果他要死之前非常多的神迹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去他家聚会 然后他也常常在梦中 就是说在医院里面 他就跟我们讲他的看见的异象 看到什么要来接他种种的 很多的异象 然后后来不信他就回天家去了 他的父亲 我们有一天小组聚会 他的父亲 我们坐在桌子上 他父亲就跟我说 他说我儿子死了 这个圣经里面的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不信 因为我是小组长 我听他这样讲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就是说因为神没有照着他的希望 让他儿子能够持续地活下去 但是也已经多活快两年了 但只是因为他想说他已经好了 又去工作又太劳碌之类的 太忙碌之类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聚完后 我们大家就为他祷告 说主啊你来恩待 恩待这个伯伯你帮助他 让他知道你的话是真的 你是真神 你的话是真的 就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个梦 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又到他家了吗 那他就跟我们做见证 他说他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他到一个天堂的门口 他说那个门好大好大 好漂亮一个大门 然后他看到门开了 他儿子坐在一辆马车 坐在一辆马车 走过一个马车就是很漂亮 像你看人家画那种马车 他说他儿子坐在一马车 从天堂的门口出来 然后就跟他讲 说爸爸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神 上帝神只是派我让我先来这里 以后我们你要相信神 以后我们都在天上会见面 他说他儿子就跟他讲这样 然后又这个马车呢 天堂门又开进去 门关起来 他就跟我们这样说 我亲耳听到 所以他说 的确 圣经所写的 说有火车火马 你说天上有没有马车 有 我们这个弟兄 这个父亲呢 他就从此 他就调整他的思想 有些时候神不是造我们的想要的或是造我们的 但是神有他最好的美意 我前几天就上礼拜我在我们小组有分享 我听到一个犹太人他就在讲 他受很多苦 他受很多苦 然后他从小 他的父亲又是个教师 一个拉比 都跟他讲这个耶稣是木匠不是米赛亚 因为他们想象中的米赛亚不是这么卑微的 结果他从小都不认耶稣是他的救主 后来他有一次拼邻一个被车撞到 撞到快要送到医院去 然后他说神上帝带他 让他认识了耶稣 认识了耶稣 让他看见这个耶稣 让他看见神 结果呢 他说他后来他就来到 他就回来嘛 又活过来 活过来以后他说他有一次他要问神 他说神告诉他说 你不需要一直想要知道 你将来会怎么样 你不要担心 因为他就担心 哎呀我这样肋骨都断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将来会怎么样 耶稣跟他说你不用担心 你相信我 我是你的主 你是在You are in good hands 你是在好的手当中 我们都在神的手中 对不对 我们都讲说我们都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那只手是一个好的手 a good hand 是一双好的手 你不用担心 你不要想说我将来要怎么样 我会不会怎么样 他说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是在一双好的手的当中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需要了解 那我们现在从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从以利沙的身上学习 学习什么样呢 一 不屈不牢的态度 我们刚刚有读了 那个以利亚都跟他说 你就留在这里 你不要再跟我去了 那先知门徒也跟他说 先知门徒他们都怎么样 他们都在看而已 他们都不跟的 他们只是讲 你师父要追走了 没有一个人要跟 但是以利沙 他跟 你看三次以利亚跟他说 你留在这里 但以利亚说我坚持跟到底 那就得到双倍身 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 我们走这一条是窄路 因为耶稣说 到通往天国的路是窄路 找到的人也少 那我们找到的时候 你说这条路 不是康庄大道 是有时候是有一点困难的 有时候是有一些的 你要付代价的 比方说人家礼拜天 都出去海边玩 那我们要在这里敬拜神 那也是好像觉得 我在付代价 或者是说 别人都怎么样这样 但是我不能 别人都做坏事 欺骗 或是说行鬼障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效法世界样式 我们不能 那就是 就是一种付代价 就是一种窄路 不是一条宽路 不是宽路说 我高兴干嘛就干嘛 我做这样做这样都可以 不是 所以耶稣才会说 通往天国的道路 是窄路 找到的人也少 但是你要坚持 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人生道路 不管多长啊 你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你遇到困难以后呢 你就说 好像没有照我们想法 我们说 神啊你给我解决这个困难吧 神啊你帮我做这样事 可是你发现 好像很久神都没做 那我们就开始说 哎呀 这个神不是真的 哎呀 这个神不听祷告 哎呀 这个神 你就放弃了你的信心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 你要学以丽莎 你要坚持到底 你就说 神啊 虽然我还没有看见 但是我相信 我跟随你 我是在 你的 好的一双手 Good hand 我们是在神的好手当中 所以你要怎么样 继续走继续走 神迹要在 耶诞河 才会发生 你不要说走到伯特利 看伯特利 Nothing happened 我不要信了 我回头走 我再回去 像耶稣说的 朱洗干净了以后呢 你不要 走一半 你又回到 泥土里面去 打滚 去打滚 他说不行这样的 我们是 你们都会下象棋吧 我以前 年轻时候很会下象棋 那个竹子 我们闽南话叫做 臭竹辣 竹一定只能往前走 你要过河 竹你一定要过河 你不能退后的 我们基督徒就是 就是那个竹 你需要往前走 你不能退后 你不能说走到那边 哎呀困难 太困难了 算了算了 回去打鱼 像彼得 像那些门徒 看到啊 我跟了三年半的耶稣 不是很厉害要来做王的吗 怎么会 被钉在十字架上啊 没戏唱了 走吧走吧 我们回去钓鱼吧 捕鱼吧 那就不要继续往前走 但是 以利沙她坚持往前走 那神她一面 一面她就是要制作我们 她为什么会 你会发现我们人生 不管你有没有信主 你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 你都会有困难 不是说你信了耶稣 才困难特别多 不是 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 你人生都会有一些风浪 有一些困难 那神借着这些困难 来雕塑我们 来帮助我们忍耐 帮助我们有信心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什么 老练 你就不会大惊小怪一件事情 这个我有经验 以前我记得 我记得我去辅导一个教会小组的姐妹 我就哭得要死要活 我就说什么回事 她说她先生跟她说这个 我心里想 哎呀 piece of cake 我想说这个实在是太小的 因为她从来没有受过这种 被人家这样压迫 没有受过人家用恶言 就是不老练 没有经过 但是如果你常常经过很多风霜雪雨 你会不会像寒霉一样 你会不会很坚固 人家讲的 你会知道 你会很老练 所以神就是在训练我们 叫我们老练 扩充我们的生命的度量 他挑战我们 有一些事情遇到了 但是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人是这样 你平安稳妥 事业发达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怎么样 都比较会把神割一边 忘记神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身体不健康 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利 我们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靠人的方法很难 你只有靠神的方法 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讲到我们的神 是永远张开手在欢迎我们的 祂是两只什么好手 对不对 只要我们转 you turn 转个弯 回到神的面前 祂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 祷告不要停止 你要继续坚持 相信 祷告 等候神 因为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那因为什么 祂又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又要制作我们的生命 因为祂不要我们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上上礼拜 蔡国文牧师说 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 贵重器皿 你想那个好的器皿 是要精雕细磕的 要时间 take time 要时间 所以需要同时进行 祂又要fix你的问题 解决你的问题 又要制作你的生命 要磨你的生命 因为我们很多灵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脚 祂要来磨 祂要来做 而且祂每个人不同 我们上礼拜有查经 讲到说 以赛亚书 神用不同的器具 小茴香 祂用那个刺来打小茴香 大茴香 祂用压的 用什么 什么样的 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祂用不同的器具来制作你 所以每一个人 你的遭遇都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每一个人你都会有难处 不管你有没有信神 但是你有信神 你就有福了 因为神在制作我们 祂在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祂比较慢 因为祂又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又要制作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跟圣灵配合 我们就很听话 神啊是的 虽然我还看不到 什么样的 这个improvement 我没有看到什么样的 这个改进 但是我相信你 主要我相信你 我要一路跟随你 你一路跟随 坚持到底 主耶稣 祂说 人子来的时候 我能够找到 有信德的人吗 我能够找到 还有信心的人吗 也有些时候我们看 哎呦 这个世界乱成 乱成这样 神到底在哪里 我们还是要相信 祂同管万有 在洪水混乱的时候 他仍旧做着为王 那我们要敏锐的灵 我们要对神在地上 要做的是很敏锐 对神的作为敏锐 对人的需要敏锐 你为什么要需要 对神的作为敏锐 为什么耶稣教导 我们祷告说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在天上的主导文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为什么要我们祷告这样 因为天上的旨意 天上的旨意 比方说我们为美国祷告 神在天上的旨意 因为美国是一个先祖 跟他立约的一个国度 所以神要来恢复这个敬前 那现在所走的路线 都是超自由 Liberal都是 而且甚至 甚至这个执政党 想要把美国带成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大家均分 然后大家做那些 乱七八糟 变性 转性 然后还不准父母 来参与的这些事情 种种的 那我们需要敏锐啊 那神肯定不乐意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 把天上的旨意 带到地上来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要敏锐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亲 要跟祂的旨意 对齐 所以你就知道你要选什么 选什么人当总统 你不要再选那个 把国家带向灭亡 带向共产 带向社会主义 带向变态性教育的 这种 这种政见的党派 那我们需要 我们也要对人有敏锐 然后要活出纯洁的心 那怎么有纯洁的心呢 因为她很单一 我说这个Elisa不是很单一吗 很厉害吗 绝对吗 Elisa一呼召她 她就马上把她的谋生的工具 她在赶牛的这些器具 马上砍掉 你说我们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马上砍掉 烧财 烤个羊肉跟她 烤牛肉给她父母吃 说再会 她要去跟随 跟随Elisa 就是一个 pure heart 一个清洁的心 那我们怎么样 有清洁心 逃避少年的私欲 我们不要常常想这些 这些 这些邪恶的事 要跟同 清新的人一起祷告 彼此连结 要丢弃 不讨神喜悦的思想 追求正面的思想 所以圣经有讲到 马太福音 这耶稣亲口说的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你想看到神吗 清新的人有福了 pure in heart 结论 以利沙看到神迹 她就可以经历神迹 以利亚跟她说 你要求得很难 但是主要 只要你能看见 你就会得着 所以你要怎么样 专注地看 你不能看风景 东张西望 focus 然后你看见 看到火车火马 把她接走 她就得到 所以两个先知 虽然都很属灵 但跟我们一样 是不完全的人 神可以使用他们 也可以使用我们 所以圣经 雅各书说 以利亚跟我们 同样性情的人 以利沙坏脾气 人家嘲笑她 她就 咒诅这些孩子 熊就把这些孩子 这些青少年咬掉 也是彰显神的公义 因为我们神是 慈爱的神 也是公义的神 也是不能轻慢不得的 我们也不能随意说 来惹神的愤怒 也不能够挑战神 或者是 或者是亵渎神 不行的 所以我们对神 要有全面的认识 知道他有怜悯 有慈爱 但是他也是一个 公义的神 是个烈火的神 好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广东诗歌 我今天特别选了一首 粤语诗歌 有英文字幕 也有中文字幕 所以你要唱广东话也可以 唱中文也可以 唱英文也可以 一起站起来 我们请站起来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是的 我们知道 你要在 我们在这样一个 混乱的世代 你要帮助我们 叫我们得着双倍的圣灵 好叫我们可以来 为主荣耀你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赞美你 我们来侍奉你 愿叫你的名得荣耀 这首诗歌是John Wimper 祂是美国祂的教会 您要唱这首诗歌 祂是美国祂的教会 愿神爱知以祂的声明 我祂只爱荣耀你 让祂充满你 使你心里满足 让祂感动你一切休凡 只要幸福祂之意 便能得愿全生命 永远属主 我祂只爱荣耀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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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充满我生 耶稣 耶稣 爱充满我生 愿望良福安福高兴歌唱 唱出心中的希望 举起你的手 请终赞美注明 祈祝祝我生 黄意识目 没带你一切安慰 靠着主耶稣的命 得神圣灵 耶稣 哦耶稣 得神圣灵 耶稣 哦耶稣 来充满我心 是的 你来充满我们 主啊你说我们大大张口 你就要来大大充满我们 主啊我们也要双倍的圣灵 因为我们需要 因为这世代何等的邪恶 你的儿女需要双倍的圣灵 好叫我们可以来侍奉神 我们可以来荣耀你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求主来祝福我们今天早上 所有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有信心 来跟我们所听的道来调和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请坐 我们请 姚萍 2 2 3 4 5 6 5